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一下男人为什么会花心 从心理学的角度上分析 主要是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寻找一个刺激 第二个原因就是两人之间的关系破裂 在寻找刺激方面主要是有一个一般的刺激 一般的刺激就是实际上长了以后 我们的眼都有一个省眉的疲劳感 都想寻找一个新的刺激 再一个就是变态的刺激 变态的刺激主要是有一些心理方面的扭曲原因以后 所产生的一些刺激 因为很久以前人类的一个本质的本性 它就是一个什么野蛮的一个性质 它就是看到好的东西就会去抢 就是这一个最原始的一个本质的现象 也就是如此 虽然到了现在的法治社会 这个法律对于这个有了一定的耶稣作用 所以有些人还是起到一定的耶稣性质的 第二点的话 主要就是光系之间的破裂所导致的 如果说两人之间的光系破裂以后 不够融洽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比较难以恢复的一些光系的原因以后 其中两人的思想上面就会产生变态的一个思想 实际上就会发生变化 所以也会发生这个问题 男人敢不敢花心 主要是由于成本所决定的 如果说成本不是很大的话 就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男人想不想出轨 主要是由于两人的感情所发生的 如果说两人感情很好的话 资房上这些情况是不会发生的